上回我们讲到 我拿了一张照片给钟爱华看 这一张是新郑桃梁公司正门的特写 钟爱华拗了头 看了半天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我用一手指指了一指 把照片上边的几个纸皮箱 钟爱华又拿起照片看了一轮 都看不出有什么景色就问了 去老师 你这几个纸皮箱有什么景色 我小小就说了 你仔细想想 造假的幕后黑手 不单止要接单 也都要发货 而且发货量很大 这么大的物流书倉 如果是一些小的快递公司的话 根本就接不下 而且一接就很容易被人调查到 发货人是谁 所以他们一定会回到郑州 这种四通八达的地方 才是很散货的 所以 新郑桃梁不单止是负责收订单 也都负责发货的 钟爱华越听就越猛了 就问了 你刚才不是说 这间公司的幕后黑手 是单方面跟这间公司联系的吗 这样说的 不就很矛盾 我就说呢 不矛盾 如果我是幕后黑手的话 我会叫新郑桃梁的办事员 做两件事 第一 向指定的地点 发送订单 然后到指定的地点 拿火再寄出去 至于发给哪个 和哪个运来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样一来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了造假的那个人 钟爱华 睦大双眼 就问 咦 那些 那些箱 那些箱里面 有白色的泡沫科粒 说明 里面装的是二岁品 显然是古董来的 而且你看看这几个箱 是同样规格的 上面的字 都是一模一样 写着镇远运书 不可能是随便拿来的 应该是批发的时候 发货用的包装箱 我估计 这个镇运运书 恐怕就会负责 运书颜品的公司 钟爱华听一下听一下 又有疑问 就问 不过 这样统一用同一个箱 不是很容易被人调查到 幕后黑手 不会这么大头黑吧 我摇摇头就说 这个镇运运书 八成都是他们自己的产业 只是负责造假作坊 去到郑州这一轮 然后 新郑涂量的人 就会将货截下来 再换成油证的包裹 再寄出去 这样一来 虽然手续会比较繁琐一点 但是 就刚刚 是掩盖痕迹的最好手段 钟爱华 一听到我这么说 杂时间拍起了手 就说 咦咦 那那个办事院 应该猜不到 我们从一堆这样的置疑声 就可以分析到这么多东西 我好得意地 拜了拜手指 就说 他们千算万算 都算不到 因为这个办事院 懒得成一只大笨匠 那样 收货 随便 就将这箱 扔在门口 也都多得 他这样的懒惰 令到我们 先有这样的线索 钟爱华 佩服到拍摄桌 就说 哎呀 女老师 你真是福尔摩斯托世 你这个话声 都不差 每个问题 都闻到关键的地方 这些简单的推理 其实 是古董鉴定的小形容 有些厉害的古董商 就连 持有上面的小气泡 都可以说出一副大文章 没有说 你几个烂纸皮箱 钟爱华 拍拍胸口 就说 那 镇远运输的事 就交给我搞定 在调查方面 他作为一个本地的记者 自然多孔露过我 所以 我都没有客气 直接放手 给他做 这个现代版华生 超过小说里面的华生 一个小时都不到 就有结果 钟爱华 说他 在工商局 和交管局 都有朋友 打几个电话 就查到 镇远运输的底势 原来这间运输公司 是挂靠在 一间国企下边 是私人承包 专门 带郑州 开封 和洛阳 三个地方的短途运输 承包人姓孙 不过 八成 都是用个假名 钟爱华 还查到他的公司地址 就在镇州西北方向 城乡结合部 钟爱华 尤其还有一点 不好意思 就说 可惜 现在 个个都下班了 明天 我的朋友 上班的时候 应该 可以有 更详细的资料 我马上就了个决断的手势 就说了 这些资料 已经足够了 事不宜遲 打铁趁热 一件事想到要做 就要去做 不然才执著行后 惨过败家 现在当着钟爱华面前 我总会有意无意 讲一些短促有力的警局 好像一位老师 这个年轻人对我好崇拜 我有责任去教导他 我们两个离开了楼基 叫了一部出租车 司机听说我们要去那里 立即耍手甲令口 说不走 我们说加钱 他才思思缩缩 那就说了 这两个要小心 那件公书 使人压点有点 五三五四点滚油 绝绝入入的 我听到司机这么说 就想打听更多的情况 谁知司机一声都不肯再说 我转头望望钟爱华 但是见到他在后座那里 在搞相机 调整镜头的光圈 装胶卷 看来想搞场大龙凤出来 我们出了城 公路上面就没了路灯 两边的房屋 又矮又黑 时不时还要穿过 几片农地或工地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 出租车突然停下来 司机指一指前边就说到了 我眉实眼向前一看 在左边的路上 出现一片红砖的围墙 这栋墙大概有两米高 墙头上边还挂着一些铁线 和玻璃水 在铁线上边还有一柄黄色的灯 看上去就像以前的钓堡 那个的士司机打死都不再向前行 我说继续加钱 他一样说不允许 我和钟爱华 只可以就在这里下车 摸着红砖墙 走了一圈 大概又用了二十几分钟 可以见到 这一片红砖墙围的面积 影真不小 估计连油库 维修车间 办公室 停车场 全部都在围墙里面 他唯一的入口就在正门 正门是两道大铁门 现在被锁锁到实一实 在铁门旁里 还有一块白底黑字的牌 写着 郑州市镇远云书公司 我担高头 看着 这一栋很高的围墙 有点难做 单凭我们两个的伸手 好像武俠片里面的大盒 那样飞蟬走壁 是绝对不可能 看来 只能够从正门硬闯 正在这里订策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钟爱华不见了 我左望望又望望 连人影都不见一个 突然间 远处传来一声 压低声音的呼唤 我走过去 走到过去才发现 钟爱华 在一栋棺木丛里面 爬了出来 那样好像跌落坑渠 我立刻扶了他起身 问什么事 钟爱华 依牙棒哨 就说 我刚刚打算放下两两 谁知一脚踩空了 他捉下捉下个屎阁 不停在那儿 挖下挖下挖下 挂在他头上那些刺头芒 我向下面一看 发现 灌木丛底下边 有一条好深的水渠 从城墙的根部延伸出来 一直通到远方 钟爱华大概 真是跌落坑渠 这条坑渠的边缘 好像狗咬一样 一点都不齐 渠边也是曲线形向里面弯 不像人挖 看来是长年内月被水拆出来 我将水渠旁边的粗大的灌木 我拔开了之后 就看到 围场的根部 居然有一个大洞 这个洞和渡洞差不多 复杂 附近的墙皮 已经脱皮脱骨了 甚至可以看到 裸露出来的墙基 我索索鼻 洞口那里 散发着一阵 好腥臭的耳尾 估计 围场的人 将这里当下水渡用 我护身 伸个头进去 他望了一望 发觉可以捐进去 然后转砖头 叫中爱华收声 做了一个要捐山洞的手势 中爱华猶豫了一下 将部相机 好小心地放在深口 然后带着一面 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神色 跟着我后面 所谓的捐狗洞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我和中爱华 趴在地上手脚并肿 拼命地鼓起抛塞 入口气 从下水渡穿过围场 顺利地进入镇院公司的大院 眼前一片广阔 这个院真是很阔落的 院处有两层办公楼 一楼车间 二楼是办公室 路边还有一个仓库 我们捐出来的地方 就是停车场附近 停车场上面一字排开七部绿色的东风大卡车 我素了一眼 这七部车有六部都是空的 只有最后一部 是用棍绿色的布借实的 都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个心就打鼓 这部货车既然是满载 应该是刚刚 造假作坊送到来郑州 里面装的一定是全国各地 订製的各类硬品 而其他六部车 都是吉车来的 应该是刚刚射好火 准备回去作坊 钟爱华 举起个相机 好好奇地在这六部车之间 在那里来回游荡 我刚刚想说些什么 突然间眼前白光一闪 差点将我闪云了过去 我偷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钟爱华 这条英俊 为了影响 竟然将闪光灯打开了 这个时候 已经入夜 他这样就 就好像在院里面 丢了一个闪光弹 想不让人发现 都几难 正如我所料 对面办公室 即刻闪了灯 一阵 有人声 和脚步声 传了过来 又远夹近 我都顾不上省的钟爱华 即刻望了望周围 发现 除了那一部 再满货的货车 我们哪里都没得躲 我一下子打定主意 喝了一句 快点上去 钟爱华 亦都知道 自己搞了一堂大祸出来 全身震了 我瞇了他一眼 他即刻 就好像 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 乖乖的踩着轮胎 就上了那部车 然后 揭开那一层绿色布 捐了入去 我即刻跟上去 想到他发现 拿着绿色布的钟爱华 面色有点奇怪 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 我哪有时间听他解释 将他的头用力向地一按 然后 赶他快点盖起来 跟着 把我大哥大关机 免得关键时候有电话进来 我们两个手忙脚乱地把布 盖在自己身上 一直到现在 我才发现 有点不对劳 按我的猜测 你一部车 应该里面 装着的 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 壇 棺 楼 盘 智女的仿古工艺品 但是 我现在觉得 自己趴着在一个 软绵绵的沙滩上面 我伸手一扎 竟然 扎到一扎泥 这个 就是为什么钟爱华 刚刚一面疑惑 这部货车 竟然运的不是硬品 而是运泥 看泥 这一部 是泥头车 这些泥 明显是直接铲过泥 没经过筛选 里面 还有那些 草根 石仔 和一些破瓷烂雅 我将泥放在鼻上 闻了一闻 这些湿黏的泥土 散发着一股 轻微的腐臭味 令人稍微有点不适 但是现在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也没得挑剔 我和钟爱华 就扑在那些泥上 深深地埋了下去 就好像两只冬眠的青蛙一样 没一阵 车隔离 就传来了脚步声 有三四个人 走过来 东仔 这里没人 你刚刚见到什么 我见到 杜白光闪过 好像一只鬼火 他就是这样的 还轻轻 也有人 叫了声 你也有没有看清楚 看还是看 不要爆浪头 阿姨 黑大了 知道吗 我黑大了吗 哎呀,我真是见到的,在这里而已 我骗你,我跟你姓 不要了,安全起见,大家到处看看 那几个人说完之后 我就听到脚步声向着不同的方向走了过去 我和钟该华缩在布下面,连气都不敢吐 过了一阵,脚步声又重新走回来 喂,找过了嘛,都没人啊 我那里都不见了 喂,别说我说啊 不肯我们这次出这批货,有问题? 这句话一说出来,外边突然间沉默了 隔了很久,一个声音才说了 哎呀,老三,你别乱说话 这里,呃,没事的,没事的 不是呢,真的嘛 啊,东仔在那里那些东西说不是真是鬼火来的 没有啊,妈以前说过的 只有那些死不明白的那些泥鬼才会有鬼火 然后就四周围找人索命的了 哎呀,那无阿里陀佛啊,那无阿里陀佛啊 哎呀,那些都是封建迷信而已 我们这儿又不是乱撞工,哪里来鬼火 哎呀,你不记得啊 那部车装点是什么呀 车外边,即刻又沉默了 过了一阵,一把声才说了 哎呀,那我看这部车今晚都没放在那儿 夜妈妈,得人惊 阿鹿,你开一部车送过去村那儿 我一阵打个电话过去,等他们接一下 那个叫阿鹿的,好不愿意,就说了 哎呀,夜妈妈开车呀 好不努力的哦 不过呢,他只是闷闷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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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起来 整个车厂的泥全部都慢慢闭了起来 封下边的我,和宗爱华 sí рабudenye声are看 这件事出现了意外的转接 看来这个叫阿鹿的人已经开了车 但是他要车我们去哪里 我们打破头都想不到 我们的心现在是半埋在泥里面 勉强露出两个头 仲爱华压低声就说 老师 等一会我们怎么办 是跳车还是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面都黑了的拿起一堆泥 小小的在撕 又放在鼻子上闻了一闻 仲爱华不明白我这样的行动有什么意义 又重复闻了一次 我摆摆手叫他安静点 然后又拿起一堆泥 向他伸了伸手就说 拿过来 拿什么呀 你那个搞出事的影相机 中哀华一面惭愧 即刻从胸口那里 含了个影相机出来 我叫他教到长时间闪光 然后将泥放在灯下面慢慢看 反正外面那层布很厚 不担心有人发现 一包撞着死老鼠 这一部车会带我们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造假作坊 蛤?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坏消息 我拿起一堆泥送开手掌 令到他慢慢跌回落地 这些泥的黏性很大 黏在手上就不跌下泥 好像踏在手上的仓巴一样 中哀华看着我的笑容鬼耳 不由得紧张起身 好了 究竟这些泥有什么景色 而主角是不是去着造假作坊呢? 我们下次再说吧